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谋本师释迦摩尼佛 他们在比如说可能在刚开始要上课的时候会这个样子 然后三称南谋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等于对于所谓的佛陀 你要有自己心里上面的那种比较真切的那种觉知 比如说像我们上礼拜在下完课的时候 下课的时候大家也有礼佛 然后愿此文法说法的功德 然后能够去报佛恩 然后报父母恩 报国土恩 报众生恩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个人对于佛陀的这种感情都不同 那我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比如说 因为对我来讲我了解到说这个2500年前 这个释迦摩尼佛 原本跟我们一样 其实到目前也是跟我们一样 他就是一个人 那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本身本来是一个王子 但是他对于生命的这种困惑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他怎么样呢 他就离家去找寻那种生命的究竟之道 那他经过禅修 经过六年的苦行 然后到最后在菩提树下完全觉悟 那觉悟之后呢 把他通达觉悟的这个方法留下来 而且这个留下来 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简单的一句话 他是用45年的生命 然后赤着脚拖着拨 然后踏在那时候的那种 印度的土地上面 然后一直去把 他所领悟的这个法 想尽办法流传下来 所以当我在意念这个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这里跟大家分享的 大概有几个层面上面 是心理上面会有很深的感受的 第一个就是说 他那种非常坚决的 然后不畏艰难 那种追求真理的绝对的意志 他为了了透他这种生命上面的疑惑 所以你看他放弃了家庭 放下了他的太太 放下了他的小孩 放弃了他的王位 也放下了他的父亲 那你如果说就一般的世间 世俗的观念来看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这个就有点 好像我们会觉得他不通人情 但是事实上呢 你看他内在的那种 强大的疑惑 如果没有办法真正彻底解决的时候 他事实上没有办法真诚的 对他的小孩 对他的太太 对他的爸爸 所以呢 他等于是以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 在面对自己内在的心灵的疑惑 而请其生命的全部的意志去做追求 所以当我们在 就像我个人 当我个人在所谓的在意念南谋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第一个生起在我心中的就是这种 追求真理不畏艰难的这种绝对的意志 他事实上呢 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头 一种很深沉的一种呼召 那只是他很勇敢的去面对 那么一般人呢 被覆盖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他历经这种艰苦的这种修行 到最后真的就彻底觉悟了 所以他体正到所谓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东西 就是那种生命的究竟的觉悟 无上的一种觉悟的状态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一般语言叫做 翻成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呢 他体验到生命究竟的这种 一体性跟圆满性 而完全没有覆盖了 所以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当我在意念 在南某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会去意念 去意想说佛陀体会到 这个无上的这种觉悟的 这种心灵状态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 在这个地球世间 我们知道说觉悟的人 其实并不少 所以在佛法里头 有所谓的圆觉 他因为呢 看到自然现象的这种 无常生命变化 然后马上能够去体验到 这种缘起原昧 然后体正无我 所以呢 然后从这个世间呢 解脱这种生老病死的苦难 比如说这在佛法里头 有这样的记录 那我们如果撇开这种宗教的 这个思考 你会看到说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面 比如说 你说老子 他也绝对是一个觉悟者 庄子也绝对是一个觉悟者 但是呢 在这个世间上面 这么多的觉悟者 为什么世间摩尼佛选得这么殊胜呢 他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 他觉悟了 但是呢 他想尽办法 请他的生命的 所有的能量 把这种让众生觉悟的方法 流传下来 每天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每天 每个时候 那所以这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那些 那个觉悟者 所能够 那个 我们说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 那叫什么呢 大慈 大悲 敏众生的这种精神 所以当我在意念 南某本师 世间摩尼佛的时候呢 心里头会生起 对于他这种 见证了绝对真理 然后个体呢 自身就近觉悟之后呢 扬起他这种 大慈悲心 然后这种 不具任何的风雨 苦难 甚至世人的这种 嘲讽啊 或者种种的这种伤害 因为我们知道说 佛陀在传法的过程当中 也碰到很多的那个障碍 但是呢 他完全保持在这种 以这种大慈大悲的精神 在推动 把这个法呢 流传在这个世间 这是第三点 一种大慈大悲的精神 然后我们又从他在 传法的过程当中呢 45年的这种 教化的过程 看到他什么呢 他几乎是随时 都保持在这种 正念明觉 不动摇的状态 这都不是 我们一般人 能够去做到的 那也就等于是说 透过佛陀的身体力行 让我们看到 你看他虽然 跟我们一样 都是一个地水火风空室 对 组合而成的 这样的一个色身 但是他只用一辈子的时间 就达到究竟觉悟 而且呢 觉悟之后呢 发勤起他那种 大慈大悲的精神 不断地去立即众生 而且呢 在立即众生的过程当中呢 他真的是保持在那种 完全 等于说一个大觉悟者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一种正念明觉 而不动摇的这种心 所以我们在感觉 等于说在意念 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其实这四个层面 你看 那都是我们 本来都可以具有的 一种心灵的特质 追求真理的绝对的意志 让我们的心达到 究竟圆满觉醒的状态 让我们的心呢 发扬起那种 慈悲众生的这样的精神 让众生去离苦得乐 然后呢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随时保持一种 全然充分的觉察 你看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心 其实 所以在晚期佛教里头 有那样的一个字眼 叫做如来本心 那就是我们众生本 具有的 都能够像如来 一样的这种亲近性 但是呢 就像原本还没有成佛 之前的释迦摩尼佛一样 他被人间式的一些事情 覆盖住了 没有办法去开发 他内在的这种 我们说亲近的本性 所以他里头有疑惑 然后有徬徨 那他跟一般人不同的是 他直接回应 面对内在的疑惑跟徬徨 请全部的意志去面对他 所以他能够 获得这种究竟的觉悟 然后并且把这个觉悟的心得 流传下来 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这是一个 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就是因为说事实上呢 佛法就真的是一种 活的生活方法 所以上礼拜也有 有那个我们说同修也提到说 有关在 面对自己的这种 情绪的调伏上面 比如说称心的消融 对 明明出道境界 那我们知道这种 那个 不应该生气 但是呢就是 那个称心产生了 那产生了呢 也不是很容易能够 把那给调伏下来 那其实这就是 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人 真正在学习的时候 都一定会碰到 那你看这里头有一些重点 第一个就是 能够在当下 觉察到自己的 感受的状态 心念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说称心 是一种心地的状态 那它会带来我们身体的 燃烧的感觉 不愉快的感受 所以这里头 在佛法里头就叫做什么 有受念处跟心念处的 这种观察 好那你能够观察到了 当下的这种 觉受跟当下的这种 起心动念的状态 然后你会看到说 我们内在的觉意 并不一定能够 很干脆利落地去决断它 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会看到说 自我的习气在这里头 跟它在做拉扯 所以就会觉得说 好像那个不太有利 但是其实 这是修行的过程当中 自然要去经过的 第一个阶段 这在佛法里头叫做调伏段 调伏内在的 触到境界 内在升起的这种 习气的冲力 那我们在这边 今天再更进一步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为什么需要 那么大的力量去调伏呢 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 内在的这个自我意识 这个自我感 还没有消融得很好 所以呢 碰到境界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强大的 这个自我意识呢 还是想做中心 因此呢 会觉得还必须 在境界上面 跟它做对抗 这是一点 所以呢 透过这种持续性的 这种自觉跟修持 让我们对自己的 身心状态的 那个觉察力 不断地培育出来 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不断地 去见证到什么呢 生命它本身 我们上礼拜 就跟大家一直提到 它真的就是一种 无常生命的现象 它真的就是缘起的 那既然是缘起的 无常的 本质上就是无我 那这个无我呢 你要怎么样呢 它不是一个 不只是一个 观念上面的认识 而是到最后 要变成我们内在里头 真正心灵上面的觉悟 那如果能够 达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在佛法里头 叫做什么呢 比如说 断除身见了 然后呢 内在里头 对于 生命的这种 苦难的生起 跟生命苦难的消融 都没有任何怀疑了 第一个叫做 断除身见 知道无我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知道说 整个生命的这种 缘起跟缘昧 所以在佛法里头 叫做说 你能够了解 这些生命的缘起 这个智慧叫做 法助治 那你心里头也策证了 你自己体会到说 所有的痛苦烦恼 都可以因为 你这种明觉 而不去抓取 就能够去彻底 熄灭 这个叫做 虐盘治 好像你断除了身见 也没有这种戒取 然后有这种 断除了 也断除了 怀疑 也不再有戒取了 所以这叫什么呢 会去证得 出果虚托还 就是在佛法里头 所谓的四双八倍之事 你就等说 入流 然后证果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透过对于习气的 这种觉察跟对峙 其实是一种 生命的生进的立场 然后透过这个过程 我们会看到 那个无名的 那个作用力 那个我见我慢 那越来越 对于这个 我见我慢的 觉察力越高 会怎么样 越容易去消融它 所以慢慢呢 从这种调伏的阶段 就会自然而然进到说 你看到自己的贪嗔痴 升起来 对不对 你的心呢 会很自然的 就想去理断它 所以就会进到 随观随断的阶段 那透过进到 随观随断的阶段呢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我们的贪嗔痴的 那个虫力 就越来越少了 那你本身的那种 对于生命的 全面性的觉察 的那种智慧呢 它越来越壮大 所以自然而然会怎么样呢 会往这样的一条路线 贪嗔痴就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然后随着这样的过程 怎么样呢 让我们在生活上面 就是所谓的 六根接触境界 随时觉知到 自己的起心动念 随时觉知到 自己怎么样用心 那因为配合着 内在的这种 觉察力的升起 跟对于我慢的 消融的力道 越来越强 所以到最后 它会怎么样呢 它在六根触境的时候 这种自我感 它完全消融掉了 所以就会证得 阿罗汉 究竟解脱 所以这是一个 究竟解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六根在触境的时候 完全不再有 痛苦烦恼升起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会有 自我感升起 是这样 这是我们那个 上礼拜这个问题 跟大家在做 这样的分享 所以在佛法的 这种修学上面 建立起了正确的 观念之后 我们就怎么样呢 想办法在自己的 生活上面 就是要落实下来 那你要能够 把这个佛法 落实下来 你要怎么样 你会发现 它就是要有 觉察力 那觉察力呢 其实就是 对于自己的 身心现象 尽可能的觉知 当下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那你才能够 慢慢进一步到 看到不恰当的投射了 你就能够去断除它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很清楚地体验到 一切都只是 无常生命 那在这种 无常生命的 见解当中呢 如果我们先入 无名 不恰当的直取 你看痛苦烦恼 它就会聚集 那因为我们不断地 去看到这个 痛苦烦恼的聚集 然后呢 会生起 想要去灭 这个苦的 强大的力量 所以会常常就能够 随观苦 随观苦集 对不对 然后能够随观苦灭 这样去生建 所以建立起 佛法的这种 正知见之后呢 落实到这个 生活上面 其实它本身 就是一条 痛苦烦恼的 集灭之道 所以我们说 佛法是什么呢 修行佛法是什么意思呢 佛法是一种 觉醒的方法 通达生命的 究竟觉醒的方法 通达生命的 究竟觉醒 要干什么呢 让痛苦烦恼 彻底熄灭 那再进一步 自己的痛苦烦恼 彻底熄灭的 然后我们怎么样呢 想办法 在随着各种因缘 像佛陀那样 有没有 也让其他众生 因着我们的 这样的一种修学 能够 也能够离苦得乐 达到痛苦烦恼的 究竟熄灭 这是一个 一个那个佛法的 基本上的修行的道路 是这样 那再来 那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主题是什么 是超越生死的恐惧 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下 有没有人不怕死的 不怕死的举手 都没有举手 那有没有人怕死的 你看 也没有人举手 有一个真正怕死 两个怕死 那所以 那大部分是怎么样呢 不是很怕死 不是怕死 也不是不怕死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解脱者的境界 对啊 解脱者才会这样 解脱者就是 他对于生命 没有任何留恋 对于死亡 也没有任何恐惧 这个叫做等生死 这是解脱者的境界 所以我们这边 除了两个之外 其他都是解脱者 那其实呢 大部分是这个样子 好像因为对这个问题 没有很用心过 所以好像有点担心 又好像不担心 两可 两可这个样子 可能吗 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问题 彻底破除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有没有 我有点担心死亡 我有点怕死 那我有可能活得自在吗 所以就尽量嘛 就是尽量活得自在 但是到了时候再说这样 比较属于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在佛法的修学上面 其实你要 基本上 你看 刚刚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 我们上礼拜就把这个问题的答案 跟修行的方法都隐含在里面 你的心灵里头 如果真正透彻了 这个生命的实相呢 就没有生死问题 就没有生死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很奇怪 你看像我们举简单的例子 你看先从佛法 从佛陀的这个记录来看 佛陀其实他要临终前 大概三个月前他就知道了 但是你看你看他那个大慈大悲 你看他跟阿难讲说 阿难啊 我这个身体 已经当时八十一回了 八十一岁了 就像那个破败的那个老牛车 然后都是用皮绑住的 就说整身屋都要伤心了 但在这样的状况呢 你看他还是继续脱波 然后继续游行 然后后来到那个 到一个森林 到双树林间 对不对 然后他就跟阿难讲 没办法了 今天我要死的 就是我要拨涅槃的 然后叫阿难在那个 两棵树之间做那个绳床 那你们看 现在看到一件事情吗 佛陀知道自己 大概在什么样的时候 就要死了 但他没有恐惧 他没有恐惧 那再看 他不只没有恐惧 而且他怎么样 他还在善用 他最后的生命的能量 而且怎么样呢 你看他要临终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 一百二十岁的虚拔陀螺 一个所谓的本来的外道 他就跑过来问佛陀法 然后呢一直要佛陀跟他 那就是要请法这个样子 那阿难就一直不允许嘛 因为佛陀很累了 准备临终 那你看我们一般人 想说我要死了 不然你是再来犯人 对吧 对 那阿难因为他很爱他的老师 他也是这样 你不要啦 对吧 你让你就让佛陀 就好好的死嘛 对吧 你不要再来烦他了嘛 但是你看 我看世家摩尼佛怎么说 他说阿难你让他进来 让他问 他是我这一辈子里头 要度的最后一个外道 那你看 他在他生命的最微弱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临终前 他还是能够保持在全然的明觉的状况 而且全然的慈悲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个所谓的外道呢 让他正 他当下听完法之后呢 正得是果阿罗汉 好 你看那这里头 有好几个问题 可以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个 佛陀为什么能够觉知到自己生命能 那这个生命能 等于说生命之火哪时候会熄灭 有没有 这是一个问题 好 那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 然后又能够请起这样的意志 把他推到最后一个时刻 这又是一个问题 好 那再来 第三个问题是 你看如果我们一般在宗教上 也想说 他在外头啊 我差味 有没有 但是看到没有 那时候的释迦牟尼佛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外道不外道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呢 对于释迦牟尼佛来讲 他在讲授的 在教导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通达觉悟的方法 让众生离苦 得了究竟解脱的方法 这个就叫做佛法 所以他不是所谓的宗教上面的佛教 他就是佛法 通达究竟觉悟的方法 所以只要有任何人 他有那样的因缘 然后想要让自己的生命 离苦得乐 甚至想要达到这种究竟觉悟 对于一个 学习佛法的人 他都是怎么样 他都是应该是 随时心胸是开放的 义无反顾的 跟他分享法义 然后能够帮助他呢 有没有 离苦得乐 有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回来 看看 佛陀跟我们一样 你看他活到 他是比我们辛苦 对 活到81岁 然后呢 几乎是每天 那平常偶尔他住一下 人家如果有金色给他住 他就住 有没有 那常常因为他都是游行脱波 游行脱波 那你看他到最后一刻 对死亡对他来讲 没什么 其实 有没有 这是一个 那你看 那他的徒弟 比如说像婆奇社 很有名的一个婆奇社 因为他很会唱那个《寄言》 那你看他要死的时候呢 你看他就跟请佛陀说 佛陀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啊 现在呢 让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啊 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去赞扬佛陀的功德 然后说明 也等跟佛陀说明说 我这个时候 我的心境的这种状况 那他怎么说呢 他也跟他那些 等于说他 应该同修嘛 说 我黄昏的时候 就要拨无语内盘了 一般就是说要死亡 那这个时候 他的心境什么样呢 他说 我的心境呢 就像被关在那个 笼子里头的那个大龙像 我现在要回到旷野中了 你看 死对他来讲是什么呢 脱离了这个 射身的这个束缚 完全解放 那他们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们一般人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常常不是这样 有没有 我们是会很恐惧 很不安的 然后 不知道去如何去面对 那像 我们已经讲两个例子了 有没有 所以像佛陀那样 在面对这个心 等于说 这个射身的这个脱离 要去 那个等于说 面对这个死亡 他那样的心灵 婆其色是那样的心灵 那他们怎么能够达到 这个状态 他们怎么能够达到 这个状态 他们能 难道我们就不能吗 那如果我们不能的话 那释迦摩尼佛不是白教了吗 他不是白辛苦了 四十五年了吗 这是问题 那怎么样能够通达到 这样的方法 怎么样的修持 在佛法里头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自觉 为什么呢 生命如果没有办法彻底觉醒 就叫做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 不知道从何而来 不知怎么生 也不知怎么死 那所以就等于 一直会在这种 那种带着迷惑 带着无名 在生死当中流浪 那所以佛法 叫做觉醒的方法 其实简单来讲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怎么样呢 知道怎么来 也知道怎么去 知道生怎么来 也知道死要归向何处 这个叫做觉悟 所以他不是一个 他不只是一个 那个世间的这种行善 或者说这种 绝对 也当然绝对不是宗教崇拜 那你看这是在 佛法里头的 面对死亡的 佛陀 还有他的弟子 波及瑟这个样子 那你看那其他宗教也有 你看那个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知道 人家要来抓他 那他怎么样呢 他坦然被抓 然后被钉上十字架之后 你看他最后讲什么呢 他讲说 上帝啊 请你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 那他在指的 他们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那些宗教师 是那些宗教师 跟那些法学家 跟那些政客 去害死耶稣基督的 因为耶稣基督 在传达的真理的讯息 跟原本的宗教 那些犹太教的 那个思考是不一样的 耶稣在传达的是 上帝国 就在地上 就在人间 所以他叫做怎么样呢 面向上帝 但是你要信从福音 让上帝的国 在地上走 所以上帝国不是在天堂 上帝国就是在地 就是在人间 要去实践他 那所以这里头 没有任何宗教崇拜 跟迷信的余地 所以耶稣会讲那句话 我三天就要把圣殿烧掉 然后我三天 就可以把圣殿盖起来 因为圣殿是什么 圣殿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灵 那你看 好 那再来 那你看像耶稣基督 在那样的状态 他在最后一刻 你看他还是祈求 上帝去原谅 那个害他的人 你看他对生命呢 他对死亡呢 没有任何的抗拒 也没有任何的恐惧 这是耶稣基督 那在他们的这个系统里头 有个非常有名的 大概大家也听过 圣方记 他是耶稣会里头的一个修士 后来也被封设 然后我们知道 他真的就是一个 解脱的一个觉悟者 那你看他要死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他要死的时候呢 那个很多的他那些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知道 他是一个成道者 所以他的那个信徒很多 那他要死的时候 很多人都来看啊 都来等着这个样子 那他的徒弟呢 那他怎么样子呢 他就 他很安静也很快乐 然后呢 他的徒弟就 就跟他讲说 啊 杀呀杀呀 你也不要这样 然后那么多人在边边嘛 有没有 你那个 那个可不可以死得 重重一点这个样子啊 但是你知道 圣方记跟他讲什么吗 跟他那个大徒弟讲什么吗 他说你听你听 小鸟唱歌的声 现在小鸟唱歌的声音 多好听啊 好 你看 是不是像我们在中国历史上 常常看到那种 蚕食的境界 有没有 你看 圣方记 这是属于耶稣会里头的 传统的修行人 你看 对生死对他来讲 是这么的自然的事情 你听你听 他要死了 你听你听 现在小鸟唱歌多好听啊 你看那是对于他的 他的徒弟的一种 最后的教导 有没有 那你看到没有 那我们 那种人的那种 那种不恰当的那种投射 甚至不让他的老师 有没有 好发式 你看到吗 你还叫他老师 夹一个西班 现在这个样子 好让世间人去看 看到没有 宗教 看到吗 宗教 所以事实上 你如果没有一种 真诚无为的那种心灵 你感觉吗 没有办法 真正跟真理的讯息相应 你会多在世间的这款书课 所以你会去违装 然后因为你心里 一般人心里头会有很多的欲求 比如说 然后你看你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回归这个法界 没有办法全然的回归这个法界 比如说你看这是 我们说耶稣会系统里头的 那我们再看 那在中国里头比如说 讲比较好玩的 你看像那个庄子 庄子呢 他老婆要死 他老婆死了 那个书上有记 他老婆死了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故事 他老婆死了 然后他的好朋友 叫做惠子 然后要来吊宴 那叫庄子在干什么吗 他就这样蹲着 坐着这个样 然后拿一个木桶 在那边敲木桶唱歌 骨盆儿歌 然后那个 那个他的好朋友 惠子说 哎呦 但你也不要这样 有没有 人这种也是跟你住这么久 是不是 还帮你娶 是不是 现在人就死了 你那个没有哭也就算了 你竟然还在这边唱歌 那你看你如果想说 要是我死了 我老公在那边唱歌 你会怎么样 是不是 你是不是感觉 你会一百会 是不是会这样 但是你看庄子他就讲 这也是一个教导 他就说 他说朋友 其实我之前我也有心靠 我有哭 但是后来我想想不对 他怎么说呢 你看 这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 超越生死的这种教导 他说 你看我这个老婆 他本来是这个世间 没有这个生 没有这个出生 我老婆没有出生 没有这个生命 他说 而且他不止没有这个生命 本来没有这个形体 然后他说 不止没有这个形体 而且他本来是没有气的 没有气 没有气 所以他本来是在这个 恍恍惚惚的天地之间 那他现在 回到这个恍惚的天地之间 刚才变成 那个天地的大寝宫里面 他现在在那边休息 那就像随着春夏秋冬一样 时间到了 他又可能又有气 然后就会又有行 然后就会有他的生命 又产生出来 那所以他现在休息 在这个天地的大寝宫里面 我现在在这靠 这样可能对 这样没什么好意思 找到他 你看 在这个生活 你看这是庄子 所以对于道家的人物来讲 他们是很坦然的 很清楚 知道说生命是 这整个法界的一个缘起 不是任何人能够左右的 所以法界要让他诞生 那他就诞生 那他该回归法界了 他就回归法界 所以他能够等生死 就像我们跟大家提醒的 你看我们这个生命 里头就是地水火风空事 六种元素的这样的一种聚合 你看 是这样聚集起来 那也每天在吸空气 对 每天在喝水 每天在吃这个营养素 然后随时都需要这些地水火风空的 这种支持 那时间到了 六大他就瓦解 其实生命他就这个样子 但是 我们虽然这样讲 脑袋里头好像可以这样想 但是你的心 你看 我们的心没有办法 做这样真正的彻底的释放 看到没有 所以 这叫做 建立起正确的知见之后 就必须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随时培育 相应的这种觉察力 然后随时来断除不恰当的这种投射 那你看 你看我们这样看到了 有没有 佛教的修行人 像释迦牟尼佛这样 像婆吉射这样 你看他们对生命 对死亡 是这么的自在 基督教系统里头的这种修行人 也是这么的自在 那你说 道家的这种修行人 你看他对生死也就是这么自在 有没有 那我们 你看那我们马上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那我怎么样在看待生命 这就出现在这个问题 所以孔老夫子会讲一句话 为之生 焉之死 你如果不了解生命的缘起 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怎么会去知道死亡呢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讲说 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 超越死亡的这种恐惧 他就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前提 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的心灵的这种焦点 集中在生命的现象上面 其实 你如果了解了佛法之后呢 会对佛法 你就不会觉得它离你很远 就像刚刚这个师父讲的这个样子 怎么样在生活上面 它能够活出来 活出来 活出来 活法 在那个 那个原始佛法的时代里头 我们知道说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给孤独长者 对不对 他盖了那个奇数 给孤独园 来供养佛陀 那他有一回呢 他生很重的病 快死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佛陀的大弟子 然后那个摄利佛呢 就去看他 然后他里头 有这样的教授 对于给孤独长者 有这样的教导 让心急静下来 好好的去观察 你这个整个的身心现象 就是怎么样呢 地界 火界 水界 风界 空界 跟世界的这种组合 六界 所以呢 透过这样的一种 如实对于生命现象的 如实之 然后呢 保持在这种 在临终的时候呢 一样保持在这样的 这种觉知的状态 重病的时候这样觉知 临终的时候这样觉知 其实这就是佛法里头的 我们说一般在 这个世间讲的叫做生死学 或者叫做临终关怀 那所以我们再要谈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生命是什么 你要你去超越 对死亡的恐惧是有困难的 对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要回来 回到我们这个 当下的这个自身来看 身体 对 硬的这个部分 这在佛法里头 就叫做地界 地大 对 那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这种唾液 我们现在感觉有点流汗 有没有 然后感觉有点湿气 其实这个就是水大 那你看我们的呼吸 吸气 吐气 其实这个就是风大 那你看像现在有点灼热的感觉 温热的感觉 这就是火大 那你看地水火风 它要在一定 你看里面的这个空间上面 要有空 有这个空间 它才能够适当的流通 所以这是叫做空 你看里面的这个空 也有外面这个空间 其实慢慢我们会再看到 没有外面的这个空间 没有生命 那再加上说 那里头有对于这些现象 有一种绝世 有没有 视之的作用 你看细胞它本身就 就有绝世现象 细胞呢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你们国中的时候 有没有透过那个 显微镜有没有 然后就观察那个细胞 那发现一件事情呢 细胞如果外面的水分 如果比较干燥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它细胞壁就会比较闭合 有没有 那它里面的水 如果比较多的时候 它细胞壁 它就好像比较这样 让水分流出去 好 现在再看这个地方 没有你在运作 细胞它本身就是 这个样在运作 这个叫做室 这个就是室 地水火风空室 绝室的室 室 四肢有没有 绝世 意写个性 知识的那个是 但这个地方是 四肢觉知的意思 所以你看 我们先这样大略来看 有没有 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 这个生命体 它就是这种 地水火风空室 六种特 等于说六种 这种宇宙性的元素 它组合而成的 在一定的因缘条件底下 它就会形成这样的生命现象 那你如果就到家 就变成说 如果气 有没有 一气而化 有这样的气了 先天气进来了 有没有 在这样的因缘条件底下 它就长成这样了 有没有 所以呢 有各种动物 对 然后 就是各类型的众生 那我们这样看 你不管是说 从人来看 或者从动物来看 甚至一条蚯蚓 有没有 你发现 它都是地水火风空室 众生的生命现象里头 一定隐含了这六界 有没有 那如果说 你看 那如果说 你的心灵 能够在你 现在在活着的时候 随时当自己 对于生命的某种 不恰当的词曲 它升起了 某种 对于境界的这种 抗拒它升起了 然后你能够觉知到 当下的这种抗拒 然后怎么样 一念回击 有没有 我们常常在讲 宗教界里头 佛法里头常常讲 一念回击 看到当下的这种 词曲而能够 去放下来 那你看 你心灵上面 你就会有一种 释放下来的那种激进 有没有 这个其实就叫做 知生 知道生命现象呢 其实就是这种 六界的源起 在这样的 在各种因缘条件底下 它原生起来的 所以呢 只要因缘条件变化了 这个六界 它解离了 生命等于说 我们说 就回归法界了 它就回家了 就像 那耶稣基督就会 他们用那种字眼 叫做回归上帝 回归主怀 有没有 但是其实 耶稣基督在讲的上帝 不是在指一个 一个人造神的 那个上帝 他在指的就是 这个 这个真理 就这个所谓的 法界 所以主怀 所以他说 随时都在 上帝的怀抱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随时都怎么样 都活在宇宙的 这一股大能里面 有没有 地水活空空 不是你给的 有没有 这是宇宙性的现象 对不对 慢慢去感觉 有没有 这是宇宙性的现象 有没有 所以不是你 它是一个宇宙性的现象 所以我得意就说 你如果了解到了 就像说 你看一只小狗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一只小狗 不只是 我们一般人认为的 一只小狗 那一只小狗 是一个宇宙性的 能量的源起 所以它是一个宇宙现象 对不对 你也是啊 你也是一个宇宙性的现象 你看我们的吸气吐气 这个不是你在呼吸 知道吗 有没有 细胞它需要 的时候它就吸气 细胞要换气的时候 它就吐气 你看 这就是宇宙性的现象 看到没有 所以如果说了解到 这样的一种生命实相 那我们会怎么样呢 这个叫做破身见 有没有 断除了身见 知道说这个生命呢 是宇宙性的能量 随着众生各自的 这种因缘条件而原生的 有没有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会对这个生命现象 会怎么样 臣服 你看你就不会去抗拒 因为你了知 你了知这个生命呢 它是一个 宇宙的众因缘条件的汇聚 看到没有 不是你想要怎么样 就听我安排 那你都透过这样的一种思维 然后慢慢去观察 真的是这样啊 你看 没有太阳照射 你没命好活 看到没有 没有这个空气 你看你没命好活 没有这个水 你也不行 没有透过大地 养那个滋润这些这么多的这些众生 有没有 然后你没有青菜好吃 你没有肉好吃 你也没有办法活 没有这个空间 你看 也没有你可以活 看到没有 那么这种所谓的大自然 有没有这五界的这个特性 你看 那所以 生命它就是这么 这么实际的 这样可以感觉吗 所以它不是你的脑筋的一种投射 它实相就这样在发生 就是一个天地宇宙的六大植树 在各种因缘条件底下的 暂时性的一个组合 聚集起来 升起的一种现象 有没有 所以你看 原本一颗小金子 配合一颗小卵子 变成瘦金卵 有没有 然后在妈妈的肚子里头 又不断的吸收地水火轰 有没有 然后你看它慢慢的就长 有没有 然后长到最后 它不想待在里面 待在里面不舒服了 有没有 就替妈妈的肚子脑袋要出来了 对 那你看它就出来了 出来了呢 它如果没有办法呼吸 它就没有办法活 有没有 所以它要被拍屁股 有没有 大叫一声 就把空气吸进来了 然后它开始 你看 它吸的是什么 就是大地之气 有没有 就是天地之气 这样看到吗 所以实际上是天地在养育我们的 有没有 是这个法界在养育我们的 那我们说这个大自然 这个宇宙 这个法界 所以你从 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你以为 你要死到哪里去呢 有个人说 你心里会死去什么地方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 分享一个很有趣的 那个 其实那是一个禅语 那也是一个 它叫安东里戴美乐 是一个印度的神部 写的一本书里头的那个寄言 它不是那个 岩巴娃娃 记得吗 岩巴娃娃 它很辛苦 那终于走到海边 然后看到那个大海 那么浩瀚 很震撼 你是谁 那大海说 你来 你来 你来我这边玩 那岩巴娃娃 一直走进去 终于感觉到 然后一直溶解 一直溶解 然后你看 它就很高兴 我终于知道我自己了 那这个意思 你看 它就是大海里面的岩巴 那这什么意思呢 自我溶解掉了 这就像婆奇色讲的 有没有 我现在要死了 对 但事实上呢 就像那个 本来被关在那个笼子里头 大先要回归大森林一样 无我了 所以它融入整个法界里面 融入整个海洋里面 其实我们的生命 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 然后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刚有个同学 蛮好的一个问题 他说虽然 对呀 没错啊 这个生命是法界 法界的六大元素来组合的 但是在这样的现象里头 总是好像有一个我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我 那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它不是很简单 这是佛法 佛陀之所以能够成佛 跟在整个西方的这种哲学 或者说神学上面 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这个问题 西方的比如说你看说西方的哲学里面 他们都一直会认为说有一个自我 那到最后用上帝来保证这个自我的存在 他一直会认为好像有一个主体 你已经没有说过 有一个主体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其实在西方的文明 还是没有办法从这个自我的文明当中解脱出来 只有很少数的灵修者 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比如说你像圣方记 或者说像刚刚跟大家讲的安东尼戴梅乐 或者耶稣基督 但是你看耶稣基督 他传达的这种无我的这种讯息 对于西方的这种传统 他并不相应 所以你看他会被谋害 被陷害 被吊十字架 那到最后呢 那又形成那种一神论的那种教会系统 那我们包括说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那个安东尼戴梅的那个神父 甚至呢 被那个保罗二世 那个保罗二世判为异教徒 那甚至我们 那个知道说像 那个在二十世纪里头 非常非常杰出的 令人非常感动的 那个德雷莎修女 有没有 听说他在 他临终前 有没有 他的书信里头 后来Time杂志 还把他看出来吗 他怀疑上帝的存在 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激起他们那个教会 很大的那个冲击 甚至那时候在考虑说 那要不要跟他丰盛 那后来因为德雷莎 实在太伟大了 还是丰盛 但是从这点我们看到什么 德雷莎的那德雷莎修女的 这种真诚 更让我们感动 他你看 他是很很很真诚的 在面对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呢 如果说我们从修行上面知道 没有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没有那个创造神 但是有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是这整个的宇宙的源起 不是说有一个人在创造他 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问题上面 但是呢 你看 你会觉得 我没有办法这个样子啊 对 明明现在是我在讲话 我在讲话啊 有没有 我在看东西啊 我在听法啊 就是有一个我啊 有没有 这个问题的难度吗 所以在西方 西方人里头 主要你如果用思想 你用思想观念 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后来 我为什么把我五六百本的 那个哲学书局 全部送给人家 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根本的疑惑 那其实这在阿含经里头 我看到了 这就是 有一回阿难在讲 他说是妇罗纳嘛 对 妇罗纳跟他讲的 人在六根接触境界的时候 会不自觉的就生起这种自我意识 就会产生这种自我认同 所以叫现象生起 就会执着以为是我 叫做生法既是我 那他怎么说呢 那他怎么说呢 就好像呢 你拿镜子 照面的时候 你看到镜中有影像 就会觉得 那个影像是我 知道这个意思吗 有点难对不对 有点难 那我 试着用一种方式来让你去 让我们去深入这个无我的这种境界 你可以用一种反的方向来推 你看 如果没有眼根 没有眼视 你没有眼的作用在生起 不会因为看而生起自我意识 对不对 这同意吗 那如果没有根呢 没有鼻根呢 没有舌根呢 对呀 没有生根呢 没有意识呢 等于说没有这些生命现象生起的时候 你都不可能有自我意识产生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所以你的自我意识 是随着因缘与这些生命的特性而生起的 所以才会有这种自我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 好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2500年前 希达多解决的问题 希达多他本来也是像我们这样 充满着烦恼跟痛苦啊 而且其实不是只有到希达多的时候才这样 希达多之前呢 我们在透过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种文献记录 大概将近在希达多前的两万年前 就有比如说废陀的那些 废陀金的那些语录的那个记录 也就等于说在印度那时期 就有很多的那个修行人 要去追求解脱这种生死轮回 那他们都觉得那个不断的这样流转 轮回呢是一件苦差事 那为什么是苦差事呢 我在轮回 所以大家就是那些有觉悟的人呢 都想从这个不断轮回的过程当中的解脱去 为什么 他们想说 我现在这样 我到时候又专世 又生对吗 又生的时候就怎么 又老又变又死 那这样很累啊 我干嘛要这个样子 在佛陀之前就已经这样了 就是人家就已经有这种认识了 所以因缘与无名 所以就会不断的轮回 所以在佛陀之前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他们怎么解决 有的透过宗教信仰崇拜 有没有 希望被接到凡天那边去 那就是婆罗门本身的修法 另外一种是什么 叫做森林婆罗门 一个刚讲是祭祀婆罗门 一个是森林婆罗门 他们怎么样呢 透过修禅定 像很有名的诗人泰戈尔 他后来也是走向森林婆罗门的这种修法 所以他要回凡天 所以你看他的诗 他一直在感觉 他跟那个凡天合一的那种 很美妙的那种心灵状态 那也就等于说 在佛陀之前 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传承 所以他怎么样 你看他刚开始学什么 也是在学禅定 就是森林婆罗门 所以你看他修四禅八定 然后想要透过禅定 解脱这种生老病死的苦难 但是出现问题了 禅定的时候很愉快 没有外界的干扰 然后收射在你的那个禅相里面 那你没有问题 很快乐 但是不是表示这样就解脱 出了那个禅定 退出禅相了 那个同学以前在禅学 有很好的那个禅相 但是退出那个禅相 你看你在六根住进的时候 贪真痴还是会升起 住到不可意境 也就是心肝会得 所以禅定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后来知道说 那好像是石头鸭草一样 所以那时候的西达多放弃 但是那时候他们又认为说 那苦行可以 所以他要去修六年的苦行 他修到怎么样呢 你如果看他的记录 那是佛陀自己讲的 你就会真的是会很感动 所以刚刚为什么说 我在意念佛陀的时候 我会想到他这一段 他自己说呢 他修苦行 修到肚子皮 跟那个后面的脊椎 是贴在一起的 肚子皮就吐到 后面甲甲甲甲 然后他修到是快昏 站起来呢 都快都会晕 都快昏倒那样 他在尿尿的时候呢 都会尿出血液 他是修苦行 修到这个样子 那所以他发现 还是不对啊 还是没有办法解脱 那什么 还有一个我 一直都在我当中 有没有 我在修禅定 我在修苦行 其实是这个问题 好那你看 那他又发现说 那他苦行没有办法 所以他度过泥连河 先接受人家的供养 然后他度过泥连河 你看他怎么在看呢 原本 他是从生命之外 在找解脱的可能性 有没有 禅定或者苦行 那他到泥连河 树下的时候 他不这样做了 他怎么样 他完全从生命的 实相下手 生命就是生老病死 有没有 那我先不用去想要去 透过那个禅定 去克服生老病死 我要去问的是什么 是老病死背后的因缘 是什么 什么原因生起 这种老病死的健将 那他怎么来的呢 他怎么进去的呢 那也是他自己的记录 透过观呼吸 因为他突然想到说 他在小时候 宫女送他 带他去玩耍 然后他们去看 那个农记 那个表演 然后把他丢在 那个稻田边边 他很自然的 透过观呼吸 就入二禅 所以他放松身心 就沿着呼吸 就进入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到四禅是什么意思呢 心完全平静 没有任何干扰的状态 叫做舍念亲近 那舍念亲近的时候 你看他就转观 在这样的状态 就变转成一种 正思维的状态 他就问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种 老病死的现象 你看他这个时候 他的心里头 直接就跳出那个答案 那种觉受 那种体验 因为有生命现象 那为什么会有生命现象 因为内在 这个生命体 内在会孕育 孕育一个强烈的 这种有序的冲动 有序 叫做有 那为什么这个 有序的冲动会生起呢 在这股能量里面 孕育着一种强烈的持取 那这个强烈的持取的能量 为什么会生起呢 因为里头有贪爱跟年早 那为什么有贪爱跟年早呢 来自于曾经有过的这种绝受 处受 热受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热受呢 他发现来自于曾经的经验 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处呢 也有这个六根 你看这都实际的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六根的这个爆山 有没有 胚胎里头啊 名色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色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色 因为那个里头有那个夜市的这种投射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夜市的投射 里头有一种生命的投射的冲力 那个叫做行音 行 那为什么会这样投射呢 因为那股能量 他以为怎么样 自己 以为有我 以为是自身 所以那个叫做无名 就等于说 在那个生命能的那个推动当中呢 不自觉的以为 这个状态就叫做我 所以这个叫做无名 那所以如果无名灭了 无名灭了 你看他就变成完全明觉的状况 那个行就只是一种能量 那个能量就只是能量 看到没有 身心就只是身心了 六根促进就只是六根促进了 所以他就怎么样呢 在六根促进的时候呢 就不再有这种自我意识升起了 所以他完全解脱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那个意思说 要大家说这样那个听了 然后你的心就马上能够信进去 这不可能 你要自己怎么样 观察 在你的生活上面 六根促进的时候去观察 你刚开始一定是要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说 它是一个活的觉醒的方法 所以你要呢 随时呢 先能够觉察 有没有 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觉察自己身心的觉受 比如像我们有同学在练动中禅 然后练灌呼吸 有没有 他就是要让心灵收射下来 心静下来 心静下来是禅 是止禅 心静下来不是目的 心静下来要你观察 观察什么呢 实际在发生的现象 那观察也不是目的 要让你怎么样 生起智慧 觉悟 看到真正生命的实相 比如说 刚说 六根促进的时候 会不自觉的有自我意识生起 这个不能说 说的人 说了你听了就算 你不能这样 你要自己观察它 你要自己看到说 我眼睛这样在看的时候 其实只是看 只是四肢 那我就会投射这种自我 那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意识 看只是看 听只是听 没有问题 你要自己去 你要自己去体验 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刚刚是用两个方式 一个是 生命本身的 这个六界的这种组成 这个组合 你自己可以亲身体验 对不对 另外一个 如果没有这个六界的这种现象 你会发现 你的自我意识 它根本没有基底 它没有东西 像这个麦克风 它要放在这个桌子上面 这个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架 这个叫自我 没有这个桌子 它架不住 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自我 它怎么样 它是一个原生起来的现象 这样看清楚吗 所以事实上 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你慢慢你就领悟到一件事情 地水火风空事 比我们的自我感还真实 因为地水火风空事 是宇宙性的这种 实际存在的现象 自我意识 却是因为有这些现象 存在之后 而生起的幻象 所以在波尔经叫什么 就是颠倒梦想 因为你不如实知 这整个的生命的实相 所以会以为有我 有我所 所以那就会以自我 为中心去投射 所以就会很辛苦 所以这个自我感 西方的哲学 从苏格拉底之后 就没有人破组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再谈谈苏格拉底 因为它很特别 苏格拉底是真正的一个智慧者 其实它的东西 它事实上应该算是一个阿罗汉 但是后来的 比如说它的柏拉图 还有接到一点东西 到亚里斯多德 其实就很多 因为它完全从思想 在看世界的完全不一样 那你看像苏格拉底 我们先看看 苏格拉底是大概全世界 最不幸的男人之一 为什么 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 她老婆是全世界 最凶的女人之一 所以我们有 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老婆如果在骂她的时候 她就怎么样 打雷了 她就跑 那真的是这样 那她跑的时候 有时候她老婆会用水泼她 她就蒙着头 下雨了 这样跑 苏格拉底 但是你看她 她虽然有这么 对她这么刺激的老婆 你看她是这么样的 那个自在的一个人 然后她就跑到广场 跟那些年轻人 提醒他们不要迷信 要懂得去思考 什么叫做理性 什么叫做勇敢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生 什么叫做死 什么叫做自由 所以她都在鼓励 年轻人 真的怎么样 依自己的理性 然后做真正 真实的这种认识 就好像变成说 像耶稣基督那样 心不是在厅里面 兄弟不是在天上 兄弟是在地上 她讲说 让你去认识 真正的生命 那在那个时候 人家就怎么样 那政客当然受不了 因为这样 他们没有办法统治 所以人家就诬告说 苏格拉底他在鼓动年轻人 有没有 然后要去判 那个所以判他 判国罪 要让他怎么样 判他死刑 那要判他死刑 又不敢去处理 怎么样 所以给毒药 有没有 那你自己喝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 同样的问题 好那你看 那苏格拉底 要面对死刑 要面对死亡 对不对 那很多人 因为他已经是 那时候是国际知名的智慧者 包括外邦人 都想要来营救他这样 那苏格拉底 他自己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言行如一的人 他说我既然鼓励 我们的年轻人 遵守这个城邦法律 那城邦法律 竟然判我死刑 判我喝毒药 那我没有去抗败 那我就应该服从这种法律 你看 了不起 他自己被误告 对不对 他自己很清楚 但是因为他的理念 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样怎么样 那所以他不接受 人家那个让他偷渡 要去救他这样 然后呢 他就准备要那个 喝毒药死这样 然后就他的徒弟呢 他在那边哭 在那边哭 不希望他死这样 那你看苏格拉底 这个时候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很接近了 就同样的主题 他在面对死亡了 对不对 那你看苏格拉底 怎么面对 他就问他们说 不然你是在哭什么 你敢知道死是什么 不然你是在哭什么 重点 你不知道死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哭呢 你看苏格拉底的理性 你看像大蚕食 这都是蚕食在棒喝 那他就说 搞不好死了之后 就进去是天堂 那你现在的哭 不是会变得很荒谬吗 看到没有 但是苏格拉底怎么说 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所以怎么样 我现在就 好好的去经验他 你看 完全理性如实的面对 有没有 没有任何前提 没有任何假设 所以他怎么样呢 他就一边喝毒药 然后就一边喝 就一边跟他徒弟讲说 现在喝下去 那个感觉 舌头出道有点麻 有没有 然后现在麻到哪边 麻到哪边 麻到他没有办法说话 这样走人的 苏格拉底 你看像我们一般宗教师 能够这个样子吗 看到没有 你如果说以为说 那个叫做外道 那外道吗 那就是类似阿罗汉 对于生死 你看 他就像庄子讲的 如果一个人 了知了这个大道 就通于坦途 了知大道 他会怎么样呢 对生命呢 他不会特别去贪喜 对死亡呢 他也不会特别去抗拒 生不为喜 死不为祸 为什么 因为这是法界的现象 所以透过这个法界的现象 是让我们去经验的 我们要好好的去经验他 而不是去抗拒他 所以你看包括在南传佛教里头 有那些修行的那个禅师 他们有的那个禅师 要死的时候 就跟那个徒弟讲说 你看我头部就走十三步 就要断掉了 一二三走到第十三步 人就走人了 中国禅宗里头 也有很多这个大师 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面对死亡 都是这么的潇洒跟自在 这么的平实 这么的如实 有没有 这样知道吗 为什么 这就是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真正知道 生命的实相是什么 只是这一个六大元素的 这种暂时性的这种聚合 他们早就已经破除了 那个身见 那个我见 所以呢 保持在这样的一个 如实之的状态里头 去面对最后的一个 所谓的临终的阶段 这也是佛陀的教法 所以释迦摩尼佛 那个 跟那个 在那个阿罕经里头 基本上都是这样教授 所以他怎么讲呢 如果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 要保持这种觉知的状态 觉醒的状态 包括到最后 受命的最后一刻的觉受 身体 这个受射身 最后的觉受 跟受命的最后的觉受 都能够保持 如实之 而没有任何抓取 这样会波无语内盘 释迦摩尼佛教的 就是他死的时候的 也是这样做 所以你看他 教了那个临终前 教了须巴陀罗 正阿罗汉之后 须巴陀罗也到 也在那个时候 他证得了阿罗汉 然后呢 生命之火也即将熄灭 所以他先佛陀而死亡 然后佛陀也一样 他在进入世残 完全舍念轻轻的状况 底下波无语内盘 那我这样讲 你们不太清楚 那怎么样对于 在临终的状况 保持觉知呢 你们有没有陪伴 那个家人临终的 那种经验的 陪伴过吗 好 来 看到什么 有没有注意看到什么 你是说临终的 临终他被戏啊 就是要死的前面 对对对 其实是很安详的 好好 你配得心的 就是整个是很 就是你看到那种时候 但是你知道 但是你会去想 你的不舍是什么 那想到什么 你的不舍是什么 我的不舍是叹爱 叹那个爱 跟他之间的那个情爱 嗯嗯嗯嗯 好 那其他的呢 嗯 你老师呢 嗯 那她给我讲ad 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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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都是念观世菩萨 我妈妈她都是拜观世菩萨 所以我们就给她看了一个观世菩萨像 然后就念 发现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表情 很安静 就精静地躺着 眼睛也睁得大大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痛苦表情 然后就一直 有时候一段时间就跟她讲说 你不用等老二 或者什么 因为当初很远 可能你念才会来 可能就跟她讲 就是在耳边说 赶快先去即任世界 让她放下来 到底我们再去 就是一直让她 希望她能放下 然后就发现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 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死 会不会死 就走啦 什么时候要走不知道 但又怕说自己是 也没有说真的很了解 但是我们就是自己家人 这样子很精静地一直在陪伴她 陪伴她到最后就对 就是到12点到5点 5点的时候最后 她要走的时候 就是看大家一眼 然后就自然 就气就断了这样 对对 很安详 有没有痛苦的表情 都没有 你这样看 先跟大家 让大家去感觉的 就是你看 我们都有纪念过 有陪伴过人的临终 其实看到没有 它其实就是一个 宇宙大自然的必然的一个现象 但是如果临终者或者说陪伴临终的人 他对于这个现象 这个过程有很多的抗拒的时候 有没有 变成了 但一般来说变成了 那就很难死 对吧 因为会死的很辛苦 死的过程会很辛苦 那虽然很辛苦很抗拒 到最后还是怎么样 你还是要整个要松下来 但是出在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你若是死到不前不完的时候 有没有 你临终的时候的心的那个结 最后的那个夜象 它决定的是你转过去的那个状态 所以你就会等说 你一出去在一个中阴状态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直接化身鬼戒 或者说所谓的地狱戒 或者转世成天 我们说在中阴状态 你看你会带着一个不愉快的心情 那那个不愉快的心情甚至容易隐身 有没有 在那个等说 时间到了你又转了 那可能又到比较不好的这种境界 是这样 所以在 在那个佛陀 他就在经文里头都有这样的提醒 你在临终的时候 如果能够善念相续 会怎么样 后世续善 转过去的时候 也会一样是好的 这就是 我们要临终 跟要陪伴家人临终 或者朋友临终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自己要死 能够保持在一个 比较善向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心境 那如果家人朋友要死 我们也能够想办法 让他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有人念佛 他念得很开心 那就让他念佛 对 然后有人可以很安静的观呼吸 他就可以很安静的观呼吸 对 有人喜欢念观世音菩萨 那就念观世音菩萨 有人喜欢听圣乐 就让他好好听圣乐 带着一种愉悦而满足的心去转世 这是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回来 那事实上在整个生命 等于说那个死亡的过程 从 从在佛经里头 从不管是不派佛教的 或者是险教的 或者是密教的 甚至我们到道家里头 大概都已经就是 因为这个生死学的问题 我从国中就开始有兴趣 所以大概都整理出来了 就大概 就把他们的那共同点 收摄下来大概是这个样子 人要死的时候 就像人的组成一样 他一定会怎么样呢 先六大要崩解 六大要瓦解 所以会怎么样 我们说地大瓦解 水大会瓦解 所以你看人要死就开始 不用够死 人要劳务就开始生骨头变定了 有没有 其实那就是地大的问题 那你看人要死的时候 他会整个身体僵硬 这就是地大瓦解 地大瓦解 到时候他会那个 比如说里头的尿 会跑出来水大瓦解 然后身体变冰冷 火大瓦解 到最后你会发现 他的鼻子就冒下去了 风大瓦解 这个时候其实还不一定死透 他会进到里面 整个气会所谓的 如果在密教里头 收归在 进入左右脉 收归中脉 所以在空大会瓦解 然后瓦解到最后 我们说比如在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被判定说 所谓的脑死了 有没有 但是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叫死透 因为他怎么样 第六界 四大要瓦解 所以他会进入他自己的 维系意识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一般 我们说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说叫做生命回顾 这是很多的西方的那个 对于还婚者的研究 人要死的时候会突然到最后 他好像进入一个 一个很快速的那种 像看电影一样 把自己的生命今天一下子 这样突然整个转过去 这生命回顾 那等于说 在那个人的临终 最后他怎么样 会进入他的意识的 这种消融的过程 那到最后会有一个 所谓的最后的夜像 那个最后的夜像 你看 他就会影响你的转世 就说你看 我们说人 假设这个时候死 那死之前的最后一个心念 所形成的那个像 就叫做临终塑形的夜像 等于说死前的最后一个像 升起的时候 你就会 心就会怎么样 确定要死 他就死 就会放了 这个心还没有要放的时候 不算死 心放的时候就是要死心升起 然后就死了你的心 这个行音拖出去 再投射出去 随着最后夜像投射出去 就马上就会结生 就就变成结生 所以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死就是生 死只是一个心念的状态 就是你这个机制里面 你的心决定释放了 所以你那个行音 就是佛陀看到那个无明行事 有没有 那个行就又出去 因为你如果以为有我 没有解脱的时候 就会随着临终的那个夜像 又投射出去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 就是看到这件事情 根本无我 只是一种宇宙性的能量 随着各种因缘条件在缘起而已 所以他才会跟弟子讲说 所以临终的时候呢 一定要保持这种开放的心 开放明觉 舍心心平衡的状态 那这样呢 对于身心最后的那个绝受的状态 都保持如实之而没有任何抓取 所以他能够怎么样 这叫回家的路 回归法界 那回归到哪里 你看那叫做不动明觉 那我们 我现在这样讲 你只能透过这种生命的现象的过程 然后去觉知到 去领悟到那个不生不灭的 那个心境的那个心地的那个状态 那这是 这要你自己修行上面去累积 那我刚刚只是等说 顺便跟大家讲说 因为你刚刚有同学提到说 那什么叫做法界 那样叫做回归法界 自我感完全消融了 不见了 自我感消失了 有没有 所以他不是一个断魅 因为我们上礼拜本来有个同学 他今天没来 他不是一个断魅 所以那叫做回归法界 波无于内盘 那如果没有办法 就是还没有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都会怎么 会有维系的自我意识 那就随着这个自我感 有没有 他就protection 他就会在投射 他就会在投射 所以以为有我的时候 他本身就会带来一股生命的冲力 以为有我就叫做无明 所以无明一定有行 所以叫做无明行 那你有无明行的时候 一定会有随着这个无明行 而相应的那个境界 所以一定会有绝世升起 在无明行的当下 就会有绝世升起 所以一定是无明行事 有没有 那你有这种无明行事 就会有相应的那个身心 所以就会在三界当中 所以就会长出相应的这种六根 那就会随着六根去处 有没有 然后你在六根 这样清楚吗 又随着六根处的过程当中 东想想西想想种种绝受 有没有 种种抓取 种种冲动 然后又不断的这样 流转在生死里面 其实生命他就是这样 生命的缘起 然后生命的发生 在这整个宇宙当中 他就是这样在变化 那所以这里就有问题 所以如果说我们说 这个能量体 这个有决 有决性的这个能量体 他一直以为 有这个自我意识的时候 你看他就会一直投射 他就听不下去 他就没有办法回家 看到没有 就等于说没有办法解脱 生死轮回的意思 那如果解脱生死轮回 你就会发现 他不是什么都没有 他是心灵进入一种 完全明觉而不摇动的状态 这个叫做出三界 他没有那个无名的冲力 被冲进这种生死流转里面 所以他不会在三界里面流转 是这样 那这个 这边我们先谈到这边就好 那因为那个 这样你们同学慢慢 自己再去下功夫 那你们有问题 我们随随可以分享 好那再来 那所以从这里头看到什么呢 生命它本身 它是一个宇宙性的能量的一个源起 也随着这股宇宙性的能量呢 它不断的在变化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对 这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 那我们在这里头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在我还没有办法完全究竟解脱的时候 有没有 那我要怎么样来面对看到没有 我要怎么来面对我的临终 因为面对我的 好好面对我的临终的时候 就会决定到我的未来世了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 是特别是这方面的问题 对 佛陀讲说 你看你 临终的时候 你的心地保持在一种 比较开放 比较广大 比较平衡的状态 善念善心的状态 有没有 那你看你就能够 随着最后的临终的素行星 就最后的夜象升起 转过去洁生的时候 就会在一个比较好的境界 那所以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你不了解这种道理 一般人会怎么样 就像说一般西方人 他们有没有 随着或者其实台湾也一样 或者说不懂的人都一样 会随着自己的善恶的夜行而流转 有没有 这个叫什么 随夜流转 有没有 所以我们上礼拜有提醒大家有没有 那基本上这个在不派佛教里头 把它整理出来 就是说 决定人的这种流转的 在随夜流转的这部分 不是大家人都这样 他有仲业决定 比如一个喜欢常常杀身的人 那他在临终的时候 常常就会有那种 杀身的那种 那种 那种影像出现 甚至会有雪光 所以会带给他很不好的感受 所以他就 等时候他最后的心念是不愉快的 那就容易落到比较不好的境界 就是这样 这仲业决定 那一个人比如说他平常像我们 那个三摩地的这些同仁 平常就是那个都在修学这种 累积这种善行 那仲业决定 那他临终的时候佛陀有教 临终的时候你要意念自己的善行 那你看你意念自己的布施的功德 然后尽心尽力的 那你要带着一种愉悦的心去转世 仲业决定 这是直接由业型来决定的 那如果呢 不是仲业 就是当下生起的 叫做现行业 所以这跟平常的行为有关 等说你跟你平常的生命品质有关系 因为你没有特别去做意 然后他也不是特别重的 然后他就现行了 这叫现行业 那另外一种就是 不是仲业也不是现行业 但是那是常常你自己的习惯性 那是常常的行为所隐身的 那叫惯行业 那有的呢 不是惯行业 也不是仲业 也不是现行业 那就怎么样 就是几率问题了 最后突然之间现行的 这样意思 那所以这里头虽然是几率问题 但是你看到什么 你如果了解转世的这个业力 本身在决定的时候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很自觉性的培育自己的善行 所以佛陀会说 你要怎么样懂得慈戒 有没有 你看慈戒我们就不会去伤害其他众生 基本上会这样 然后怎么样呢 多培育这种不失 让自己的心高兴 开心嘛 你看 比如说你们自己很容易感觉 对 恨一个人的时候比较高兴 还是 爱一个人的时候比较高兴 我说你的心 有没有 爱的时候你看那种感觉 有没有 那你看你帮助别人的时候比较高兴 还是去剥夺别人的时候比较高兴 有没有 所以佛陀其实他都是很科学的 佛法是很实际的 所以说你平常呢 你看你持守戒行 那又乐于去帮助别人 你看你心地容易心开 然后临终的时候 意念自己这种不失的功德 有没有 所以你会带着喜心去转世 那这就像我们山墓地的同仁 就可以常常做这种 就已经有这种基础了 有没有 那要有这种方法 那临终的时候懂得去意念 那不然呢 会变成什么样 假设你做了很多的善行 但是临终因为有机率问题 那你不懂得去守护自己的心 有没有 那就随着原本的可能的不恰当的 不是很好的夜行而转过去 也有可能 那这里回来 那所以呢 懂得持戒不失 但是这毕竟怎么样呢 这还只是一种 比较被动的这种状况 所以佛陀在说什么呢 你在持戒不失的基础上面 要培育智慧 所以要闻法 要培育智慧 要闻 持戒不失闻 培育这种闻的 就是听法 来而形成的这种智慧 那形成智慧要干什么呢 你看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这两次的 这样的一个跟大家分享 你对于生命 已经基本上有一个 比较总体性的这种了解 有没有 叫地味 对吧 那么今天把这样 你对于生命的这种了解 你会发现 它就可以拿来运用在 对亲人的临终的照护上面 跟自己在临终的时候 怎么样去用心 有没有 这需要什么 这就需要智慧 慧 好 那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如此的了知 这个生命 它本身的这种无常生命 它的缘起 它的无我 所以那面对临终的境界的时候 你就懂得怎么样呢 懂得敞开自己的心 守护自己的心念 守护自己的念头 如果还没有办法究竟解脱 有没有 那你看像我们在这边 已经谈到两个了 一个是 自觉性的 有没有 活着的时候懂得持戒不失 培育这种善行 然后呢 临终的时候 意念它 意念这种善行 随着善业加上正念去转世 有没有 就变成一种自觉性的转世 所以就不是一种 一般人 有没有 然后平常呢 没有什么那个自觉性的 这种修 就是对自己身口疫情的品质 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自觉 那它临终往往真的就是靠 几率在决定 这叫随夜流转 那我们了解这个转世的这个过程 所以懂得自觉性的 活着的时候就寒韵自己的人生品质 临终的时候 懂得用这样的智慧去临终 变成正念而临终 正念转世 这样做这个意思吗 那另外有一种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有些像佛陀之前的 那些所谓的那个修禅定的那些人 他们就是借由 他们就是借由临终的时候呢 入禅定 借由禅定转世 借由禅定转世 那容易到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 但是那样的修法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其实是困难度非常高 也并不是原本佛陀所在的主要的教导 但是它是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面的另一种 也是一类型的转世方法 借由禅定力去转世 那另外一类就是我们希望说慢慢透过这个 等时候跟大家这样分享 然后能够自己同学 然后慢慢去生进的 因为比如说 你开启了这种 对于生命的现象的 如实的这种了悟的这种智慧 你断除了身见了 破除了怀疑 对不对 然后你持戒不失 然后不断的去修炼自己的这种觉察力 那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正果啊 你会有这种 就是解脱者的这种正量啊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比如说那现在就是第四个 随着你这人生里头的这种 持戒不失听闻正法 然后努力修学思念处 然后到最后你断除身见戒取 怀疑你有出国的正量去转世 就源于自己的正量去转世 虽然还是转世 有没有 就是你在阿罗汉之前 有诸果 恶果 三果 的这样的正量去转世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像佛陀希望我们达到的 临终前就能够正阿罗汉 解脱 究竟解脱 那你要究竟解脱 它是怎么样呢 不是说活着才能究竟解脱嘛 对不对 你不是说死的时候才能究竟解脱 是你活着的时候就能究竟解脱啦 那这里佛陀有特别在提醒 你如果是一个已经修行有正量的人 那你在临终的时候 能够保持在这样的一种明觉不动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你活着的时候只正三果 就你有一点点自我感 对不对 但是你对人间是已经没有什么浴滩了 那你临终的时候能够更全然的 保持在这样的一个觉醒的状态 甚至在临终的时候会正阿罗汉 叫这个意思吗 那所以同样 如果一个人原本 比如说他活着的时候只正二果 他的正量到二果 他对世间还有一点点贪恋 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呢 强烈的 强烈的保持在这种正念跟舍心的状况 他有可能临终 转世反而是正三果 那有可能一个人他本来只有正出果 在临终的过程当中 舍心的力道强 有没有 他变成可以正二果 然后有可能一个人只是见法 那临终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道力增上 所以他变成正出果 那有的人他可能本来 对于四圣地 对无常 对缘起 对无我 没有很深刻的了悟 那他临终的时候 那种生命的那个逼迫 苦的这种逼迫 然后带有这种善知识的这种提醒 他能够正念 他有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会入法流 叫这个意思吗 所以 生命在佛法上面 是学习到最后一刻的 他连最后一刻 都是可能你生命的一种成就的高峰 生命是这样精彩的知道吗 所以有一个二十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仙 那算是蛮异类的一个仙子 欧修 你有没有听过 欧修 他就 他真的就是很 我们说他就是很奇葩 他就是很 他就讲的句话就讲得非常好 因为真的修行人都是那个样子 死亡对一个修行人来讲 是一个生命的高潮 那我刚刚也已经举例子给大家听 你看波及射 他要经验死亡是怎么样 脱离这个射身的束缚 好像要回归 我们说像那个龙像要回归生灵一样 其实就是整个 不再有这个射身的病苦回归法界 申方记在临终的时候 你看他很开心 耶稣在临终的时候 他告诉他完全原谅了这些陷害他的人 看到没有 苏格拉底呢 今天死亡的时候也是很开心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呢 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修行 生命它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是这么宝贵的 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看到没有 有些人 你看我们懂得法 我们就懂得珍惜生命 用这股能量来怎么样呢 来增上我们去布施 我们持戒我们布施 我们努力用这股能量来增上修行 有没有 然后扩充我们的心量 然后达到像怎么样 一步一步达到像佛陀 像所有的解脱者那样完全无惑 究竟觉悟的这种状态 可以到最后一刻 那如果不懂得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这种学习之道 我们会怎么样呢 常常不自觉的有没有 以自我为中心 然后我们就陷入贪嗔痴的 这种苦海里面 你看我今天没讲 有一个广告有没有 那说 平平都二十个 怎么会差这么多 有没有 他有一个很壮的 有没有 有一个他很瘦弱 怎么会差这么多 那那样 平平都一段人生 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所以这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因缘就出现了 透过这些人生的历练 我们越 至少是我个人 这都是个人的一种心得 对佛陀的那个教法 就是会一直 层层转进 层层转生 所以你看 如果没有善业 没有机会文师正法 没有机会文师正法 你不会去获得 那一个全然的 正向的去运用 这股生命能量 来学习 然后自立 利他通达 究竟解脱的这种智慧 所以佛陀有讲 要文师正法 一定是以善业做基础 有没有 所以怎么样能够通达 究竟解脱 你看他说 要有善业 有没有 然后你能够清净善知识 清净善知识 之后要干什么 听文正法 不是教会来去讨 是听文正法 那听文正法之后 那不是听听了就算了 有没有 你要怎么样 想内政思维 那想一想 不是想了就算了 有没有 就像我们一直提醒的 像同学都蛮好的 知道说要能够 落实在生活上面 有没有 所以要根据文师而来的 这些法的思维 在你的生活上面 去减证它 我们讲的所有的法 都是可以让你在生活上面 减证的 也一定要这个样子 所以这叫法治法相 那你看你能够去减证了 所以才会怎么样呢 从原本的 以为这很强烈的自我感 慢慢看到说 只有这真的只有 像佛陀讲的这样 无常原生的这种现象 你看你会破除这个身见 破除这个我见 那破除了这个身见 破除这个我见 你就会变得更自动了 当这个我见的这种习气升起 也就是贪嗔痴的习气 在冲撞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样 会更自觉性的更愿意去消融它 所以你看你就会见法 见法之后你会转向 入这个让痛苦烦恼 越来越少的这个法流 这个叫做入流 所以一定是先有善业 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内政思维 法治法相 你才可能见法 有没有 体验到法了 体验到法之后 心转向会去入流 入流之后 你才会怎么样 正出果 那正出果之后呢 就大概问题不大了 就等说 在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呢 你就能够很自觉性的 或快或慢 就会一直生进了 所以 听说啦 听说在佛陀时代的 两大弟子 一个是摄利佛 一个是穆建林 摄利佛呢 跟穆建林一样 都是很 会很 很用心的教导 他的那些同修嘛 那摄利佛都 大概都把他带到 能够那个修行人 正到出果之后呢 他就放心了 放手了 那穆建林就比较激佛 穆建林就想办法 让你正阿罗汉这样 好 那同样的意思啦 因为呢 等说你正得出果之后呢 对于这一个宇宙 宇宙人生的这个究竟实相呢 心里已经完全没有疑惑了 而且呢 自己清清楚楚 什么样的起心动念 会带来自己跟别人的痛苦烦恼 什么样的对待呢 会导向自己跟别人痛苦烦恼的减少 什么样的行为呢 是智慧在增上 什么样的行为呢 是恶业在增上 你会很清楚 那自己的心灵又转向 所以就能够 在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 逐次去升进 这就是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也是希望说 那个 大家有姻缘 起码在这辈子里头 正出果 那我们透过阿罕金的这种文修 文师修 确定 其实它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它不是很难的事情 你不知道正法的时候很困难 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发现它不是很难啊 为什么你不知道的时候会很难 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以为 你就是要拜佛陀啊 有没有 你每天108拜啊 你在那边念什么咒语啊 有没有 然后你就是做那些 看到没有 做那些跟你自己的心灵呢 的本质跟实相 不太相关的事情 那时候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觉悟 你没有办法了悟 真正的生命的真理实相 那你 没有办法了悟真理实相 没有办法证果嘛 这跟希达多完全一样哦 希达多本来是要解脱生死轮回 但是你看它一开始是走岔路 禅定跟解脱生死轮回 其实不相干 这叫什么 心外去求法 有没有 解脱生死轮回跟苦行也不相干 但是他苦行六年 他心外求法 看到没有 感官历属哦 那我们要解脱 你看我们生命的苦 生命的苦 痛苦烦恼 它有它的因缘 你会看到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苦 你会看到里头的因跟缘 自我的这种执着 不随顺这个缘起 不随顺这个实相就苦 所以你如果要让痛苦烦恼 熄灭了知这样的真理 然后在促进的时候 有没有 熄灭这个自我的这种 无名的这种冲动苦就没了 有没有 所以他随时是在我们 当下的起心动念当中在修行 不是去心外求法 有没有 那你如果懂得这样的道理 回到我们平常在六根促进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 怎么样 就像上礼拜讲的 随时觉察 带着觉知 带着觉知去过生活 带着觉知去经验每一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 我们自己的心会调整 就会一直调整 因为我们有觉知 你会发现 做这件事情自己不愉快 然后别人也不高兴 那你会不会再做 就会自然会一直停了 你有觉知的话它就会停 没有觉知你不知道 没有觉知你以为你做这件事情 你很高兴 所以你不自觉的 就对别人这个样子 但是你这样在做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觉知 所以事实上你对别人也不好 你不知道 那别对别人不好 事实上是这样 不会有对自己好的时候 有觉知就会知道 我们刚有问大家问题 有没有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心自然高兴 有没有 那因为你的身口疫情 让别人痛苦 你的心会高兴吗 不会 那为什么会偏偏那样呢 有没有 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觉知 那有了觉知之之后呢 你看再加上自觉性的转向跟修裂 有没有 其实很快 建立政见之后呢 要正出国并不难 是这个样子 那再加上说 如果说我们从你看 那常常 内生这样观察 你看他就是生命 宇宙的六大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元气 外面也是这样啊 透过整个山河大地 整个法界在滋润 有没有 在孕育整个的生命啊 看到没有 整个法界在孕育所有众生的生命啊 谁是谁 所以如果你如果说在道家里头 他会说这每一个众生都是道之子 所以老子有一句话叫做始母 吃老母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在吃老母啊 天地宇宙的这个道的能量就是我们的妈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道之子啊 那你常常你看你会有这样的 透过佛法的这种三法印的体验 有没有 正见无常 正见缘起 然后知道无我 所以你会怎么样呢 贪生吃停下来的时候你就要看到一件事情 所有的众生他都活在这个宇宙的这种怀抱里面 每一个人都在耶稣讲的上帝的主怀里面 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活在极尽涅槃里面 但是因为怎么样 众生不知道嘛 他活在自己的无名里面啊 所以在受苦啊 那我们常常这样去看 常常这样去观察 你看我们的那个决心他就会一直出现 就是我们的决心呢 就是我们的决心呢 就会慢慢超越原本的那个夜市性 夜市的那个习惯性的那个反应 到最后变成促进的时候呢 容易保持在这种不动明觉 而怎么样 去慈悲 对待我们身边的一切众生 这样 那这样你看 清楚吗 这就是超越死亡的恐惧之大 那有没有问题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